对手进三分球没关系 这边同样来一颗三分 欢迎颜色 这里是基隆市新公园杯 篮球锦标赛现场 在新冠疫情解封后 有数十年历史 基隆知名的社会篮球比赛 重回主场中正公园篮球场举办 吸引了44队报名参赛 各队实力相当战况激烈 包含青少年组在内 120场赛事中有16场胜负在2分内 更有12场进入延长赛 让一旁观赛的民众也看得热血沸腾 连最近超夯的三道猴子 都成了激励场上选手的口号 三道猴子双枪 进行三年终于告一个段落 我们把公园杯的球赛 移到我们的足球场来比赛 球场的气氛热闹飞缓 总计有社会组 篮子组 44队参加 82场赛事 连同青少年组 总计120场的猴赛 各队实力都很惊狠 所以延长赛既有12场 胜负差距2分之内的 共有16场之多 逐渐比赛的纪念 历经一个月的比赛 最后由新车空间拿下 色蓝A组的冠军 色蓝B组则由红韵英响 以一分之差 立刻外幕山获得第一名 另外色蓝机关组 色蓝壮年组 及青少年男子组冠军 也分别出炉 主办的基隆市社会篮球协会理事长 李光华希望 紧述回到过去超过50队参赛的盛况 在今年10月 直男垃圾赛将在基隆开打时 也能透过社会篮球赛事的持续举办 让爱打篮球的基隆人 有切磋球技的舞台发挥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